第五十二年 让我们现在预备心来敬拜 我们现在预备心来敬拜 我们现在预备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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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 这是我的荣幸带领大家尽造的崇拜 我也要和大家分享 能够聆听到不同的人上台带领分享和敬拜的时候呢 这是多么的美好 这是多么的美好 能够被他们鼓励 他们如何找到这个胆量来分享来做见证 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相对好 然后献给你所喜悦的赞美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诗篇103篇 是一个美好的诗篇 帮助我 专注于主 这是大卫所编写的一首诗 他把他如何的称颂上帝 这是多么的真实 多么的充满启发性 这也帮助我 回想我自己 颂赞和称颂上帝的原因 诗篇103篇 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呢 如何的 纪念上帝 他的慈爱 他的怜悯 诗篇103篇8节 说到 上帝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却有 丰盛的慈爱 我看见上帝 这一个丰盛的慈爱 当我 作为一个国际学生的时候 在澳洲 我回想 我如何 也不晓得 我如何的 能够过这么多年 因为呢 我 过去 是多么的无知 不晓得如何的赚钱 交朋友 不晓得如何 与人 建立关系 所以呢 我感谢上帝 他这个丰盛的慈爱 他没有轻视我 可是他带领我 这么多年 我看到上帝 的怜悯 还有恩典 帮助我找到一个 教会 让我能够 学习 关于上帝的知识 也被照顾 这 鼓励了我 不断的 好好学习 好好读书 然后呢 可是对我来说 最 特别的 怜悯 就是呢 上帝 如何的救赎我们 第四节 大卫说 他救赎你的命 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 为你的冠冕 上帝 他的怜悯 他的慈爱 就像 与天 高过天 也 升过地 他 我们也读到 他是永恒的 可是呢 上帝 他 这样子 救赎我们 是为了 不让我们呢 被 灭亡 而能够进入 永恒 我们第一首诗歌 的作者 能够 帮助我们 去 珍惜 上帝 这个 救赎的答案 让我们一起来唱 神经济 祝福 how I love to proclaim it redeemed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redeemed through his infinite mercy his child and forever I am redeemed Redeemed, redeemed, redeemed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Redeemed, redeemed, His child and forever I am Redeemed and so happy in Jesus No language my rapture can tell I know that the light of His presence with me doth continually dwell Redeemed, redeemed, redeemed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Redeemed, redeemed, His child and forever I am I think of my blessed Redeemer I think of Him all the day long I sing for I cannot be silent His love is the theme of my song Redeemed, redeemed, redeemed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Redeemed, redeemed, His child and forever I am I know I shall see in His beauty The King in whose law I delight Who lovingly guideth my footsteps And giveth me songs in the night Redeemed, redeemed, redeemed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Redeemed, redeemed, His child and forever I am Thank you 谢谢大家唱我们第一首诗歌 我感恩 对上帝感恩的另一方面呢 就是祂如何的给我们祂的智慧 来了解我们生命的意义 《雅各书》一章二节 在这里说到呢 我们呢 要落在百般试验中的时候 都要以为大喜乐 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这些百度般的试验 有时候我们也不会愿这些试验和挑战 能够落在其他人的身上 如果我们有这一个力量的话呢 我们也会能够释放每一个人的困难 第三节呢 雅各说到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当我回想的时候呢 这只是我们唯一的方式才能够学习忍耐 当我们学习忍耐的时候呢 在这个信心的方面 我们会学习如何的藏在上帝里面 我们不会放弃 就在那天总结的时候呢 我们看见 信心赐给我们力量 能够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们下一首诗歌呢 唱到了我们应当如何的在主里唤醒 我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 因为呢 我们 真的能够在试验的时候 找到喜乐 因为我们看见上帝如何的 与我们同在 动工刚强我们 让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们下语的歌 O, when I am tried and glorified, I shall come forth as gold. I could not see through the shadows ahead, So I looked at the cross of my Savior instead. I bowed to the will of the Master that day, Then peace came, and tears fled away. Rejoice in the Lord, He made no mistake, He knoweth the end of each path that I take, For when I am tried and glorified, I shall come forth as gold. Now I can see, testing comes from above, God strengthens His children and purges in love. My Father knows best, and I trust in His care, Through purging of fruit I will bear. O, rejoice in the Lord, He makes no mistake, He knoweth the end of each path that I take, For when I am tried and glorified, I shall come forth as gold. Thank you for you. We prayer for you Thank you. Give for you for your hope, And you are able to give out the preciousness of Christ. 《师徒心传》最后一个信息 当然我们不能在这里读一整本书 可是我希望大家都会自己不断的研读《师徒心传》 让我们问自己上帝的话语要教导我们什么 我愿上帝的话语会对我们的良心说话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赐给我们祢的话语 求祢帮助我们 阅读的时候能够渴慕认识祢 直到我们信心对生命何等真实 主啊我们求祢赐给我们力量 还有这个专注阅读了解祢的话语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所说的是 刚才所说我们的周年庆将到了 我自己庆祝每一个周年庆的时候 我们与教会庆祝 可是我个人也庆祝我的周年庆 因为每一个周年都是一个历史碑 这个标记 这是我需要去寻查的 你如何知道这一年是一个好年 我们能够很容易的说我们又庆祝另一年 可是这一年是好或坏 我们会回想 当然一部分是在我们的教会周年会议里面 因为我会给大家一个报告 可是我们必须有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外表 在外在很好 可是里面呢 上周我们周二就去到Hilltop养老院 有这个查经班 我们去探访那些 住在那里的年长 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观察 他们的身体慢慢的变得越来越脆弱 越来越瘦小 当然这是明显看得见 他们慢慢的衰退 可是有时候你肉眼看不见 就好像Judy这个女士 她的外贸看得多么的好 健壮 可是你根本不晓得 她是多么的 她几岁 可是呢 当你观察 当你与她沟通的时候 你才察觉到 因为我们每一周都印这个周刊给他们看 这个册子 可是今早 那一天我就察觉到 她的精神 她的脑 他会不断地重复问你 你的家人 好吗 你有几个小孩呢 我又打她 我有一个女儿 她的名字是 我又有一个儿子 她不断地重复又重复 所以她的外貌健康 可是她的 头脑精神衰退 这是多么的困难 因为我们去养老院坐着查经班 有这一个伤心的一方面 因为我看到她们的生命 她们的健康 如何慢慢地衰退 所以我就告诉我们这一 去到养老院的查经班的这一组人 我们必须带给她们喜乐 不然的话 我们看到她们 这个生命的现实是多么的伤心 我们自己的生命呢 我们属灵的生命呢 教会的生命呢 每一年 每一年 不代表 是往上爬 你可能一年一年慢慢地衰退 你也不知 你根本 你也不晓得 外貌 看得好 可是你的心里呢 你的内在呢 这些标志是好或坏呢 所以当我们 我们要看什么标志 才知道这是一个好年 这当然 今这一 第三十年 是多么好的一年 我要和你分享 我查看的 检查的 寻找的标签 当我们晓得的时候 当我们看得见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是值得我们 欢喜的 当然我们师徒 新传十一章 是我们的这一个 主题 这也是我查看的 查看 主是否与我们同在 他的身手 是否运行 在我们的周围 教会能够开始 在主耶稣基督里 开始 使徒行传一章 他所行 他所教导的 然后 然后我们就有了 使徒们 一小组 谦卑的 做上帝的工作 持续上帝的工作 我们就看见成长 当然 这是我们 肉眼看得见的成长 数量增长 可是路加所看到 这使他高兴的 就是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 就很多了 这就是我 看的 检查的 我寻找上帝的身手 是否运行 在人的生命 人的心里 主是否与这人同在 主是否 伸手 是否运行 在他们的生命中 神 这一个 怜悯 恩典 慈爱的神手 是否明显的 在那里 路加 也说 上帝的伸手 与他们同在 这是第一部分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就在这里 使徒行传 十九章 这也是 我们今天的这一个 信息的题目 第二十节 当然不只是在这里 路加重复又重复 不断地记载 你如果查看的话 具有一系列 可是在这里 今早我们专注在这里 使徒行传 十九章二十节 主 与他们同在 主 是否 与他们同在 我们看 下一部分 就是这一点 主的道 大大信望 而且得胜 这就是我们 所要 信查的 要寻找 主的道 是否大大信望 而且得胜 主的主是否与这人同在 伸手在这 运行在这人的生命中 这是明显 主的道 也是否与这人同在 这也是 非常明显的 是否 影响 改变这人的生命 主的道 大大信望 而且得胜 这就告诉我们 这是有 影响 我回顾 我们这么多的 不同的会议 不只是 淫会 不只是 一对一的 补党 我要找什么 如果这人 他来找知识 我就和你分享 关于上帝 关于信心 这是知识 第二个层次 找到训词 我要应当如何培养我的信心 这就是我为什么有少年团 因为我要教训 好让这些少年知道他们应当无止心 然后我就要寻找影响 你能够有知识 有教训 可是没有影响 路加在这里就找到 在寻找影响 路加福音16节 保罗如何在马其顿 去传道 让我们回到 使徒新传十六章 我们读 上帝 如何对女帝 开导她的心 这人 叫吕蒂亚 她素来敬拜神 她听见了 主就开导她的心 叫她留心 听保罗讲的话 这是多么的重要 上帝的话语 能够对我们说话 可是我们的心 关闭没有领受 可是上帝 开导了这人的心 她相信主耶稣基督 她找到这个喜乐 爱主的心 还说 你如果认为 我是真信主的 请到我家里来住 她如何的支持教会 这就是吕蒂亚的见证 又有另一个人 这是她的改变更加的大 她从要治 使自己 直到大大改变 因为当你要自杀的时候 你绝望 觉得你唯一的方案 就是要 就是要 自使自己 可是她听见保罗 所传的道 传的福音 她就问保罗 我当怎样才可以得救 你看到她的这个影响 十六章三十四节 这个敬竹 给他们 上饭 她摆上饭 她和全家 因为信了神 都很喜乐 她的信心 这么的真实 影响到她全家人 她全家都信了上帝 因为他们看见她 特出的喜乐 她过去没有 因为她之前要伤害自己 要自杀 可是现在她在 因信了上帝 有了喜乐 喜乐就是我们信心的特征 这就是我们看见 信心的影响力 信心的改变 我在伯特利 已经十七年了 我们是否有影响 如果没有影响的话 那这一切都是恍然的 我们看见人 信主 在心里得着喜乐 无论他们的生命 多么的困难 这就是主 的话语 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看到 上帝的话语 如何的大大信望 而且得胜 这是自动的吗 为什么一些人听了 同样的道 没有影响 我们来看三个问题 在 使徒新传十九章这里 记载 主爱我们 的问题 有很多人都有这一个问题 让我们来看 十九章一节 亚伯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亚伯罗是另一个传道 他在哥林多 保罗 也经过来到伊弗苏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 这些是门徒 我们待会会知道 他们是约翰的门徒 可是他们是缺乏一点 保罗 他 看到他们外貌 良好 是门徒 可是他们的心里 有一些不足之处 他们是否有信心 保罗就问他们一些问题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 受了圣灵没有 你们说 你信主 你领受了圣灵吗 他们回答说 没有 也未曾听见 有圣灵赐下来 保罗说 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 他们已经洗了你 他们说他们信 受洗 在此 可是影响呢 没有影响 缺乏一点 缺乏什么 他们不晓得圣灵是谁 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 保罗就说 他们说 是约翰的洗 保罗说 约翰所行的是 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 当信 那在他以后要来的 就是耶稣 我们在开始 这就是一个 知识有限的问题 愚昧的问题 无知的问题 他们对圣灵的交易 一无所知 所以保罗就说 约翰所行的洗 约翰鼓励 人悔改 当信 在他以后要来的 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 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这不是再洗 这是正确的方式受洗 有一些人受了洗 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何受洗 为什么原因 所以现在 他们听见这话 保罗解释了 他们就好好的 正确的 被受洗 保罗按手在他们手上 头上圣灵 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方言 又说预言 这一个 改变 证实了这一点 这就是圣灵的大能 不是保罗 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证实了这一点 有完整 诚实的信心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缺乏知识 只知道这一点 那一点 可是没有完整的知识 如果你缺乏一点 有不足之处 你是否愿意 做行动 另一个问题 这是更糟糕的一个问题 你缺乏知识 如果你 如果你 谦卑自己 愿意 受教 是容易改变 容易解决的问题 可是这一些人 为什么他们也没 被上帝的道受影响 被改变 第八节 保罗进会堂 这个会堂 是有 就好像犹太人的教会 他们有 听到 学习上帝的话语 也应当 在那里 成长 培养信心 所以你来到会堂里 这应该是充满 有知识的人 当然 他们不是愚昧的人 你看 保罗进会堂 放胆 讲到 一连三个月 辩论神国的事 劝化众人 关于神国的事 辩论 劝化 甚至掩饰给他们 所以这些人 不能够说他们不晓得 他们的问题更深一层 我们读第九节 后来 有些人 心里 刚硬 不信 这就是不信的问题 很难 解决的问题 你自己的心里 刚硬 选择不信 更糟糕的就是 他们在众人面前 毁谤这道 他们是信徒吗 不是 他们的信 心刚硬 这只是他们的信仰 而已 只是 你 信仰的活动而已 可是你的心 没有 打开 受教 他们的问题 不是 知识的问题 而是不信的问题 而是不信的问题 这也是很多人 的 的 的问题 他们不会告诉你 他们不信 他们是非信徒 可是他们的心 深深在心里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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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道 你 也不知道 多么多人 都是这样 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聆听 他们会告诉你 他信 可是 心里 却不信 所以 保罗就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 与他们分离 便在 推赐奴的学坊 天天辩论 这样有两年之久 这个地方 会堂 是应当教导 解释神的道 不是 他们 读了 可是 他们 却不信 他们心里 刚硬 所以 保罗就做 最佳的 的 的 行动 建立 他自己 的学坊 建立自己 在 推赐奴的学坊 里面 天天辩论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 印度 要开一个神学院 因为 在外面 其他的神学院 花了三年的神学 他们 还是不信 只 了 有一头 满满的知识 可是 心 却刚硬 不信 这就成为一个问题 包罗就没有 不再和他们辩论 离开了他们 开了自己的学坊 天天辩论 花时间 与那些愿意学习 愿意聆听 所信的 的 门徒 第三个问题 这一组人 我们读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就好像那些驱鬼的人一样 赶鬼的 赶鬼的 犹太 赶鬼的人 罗马 天主教 有自己的 驱鬼 团 可是 在 保罗时代 也有 犹太人 也有自己的一组人 神 大能 如果 保罗身上的 手巾 或 围裙 有这个力量 可能我们运用 保罗的名 也有一样的力量 这一组人 他们游行各处 游行各处 去到不同的地方 念咒 赶鬼的 犹太人 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全职工作 去赶鬼 他们呢 向那被 恶鬼斧的人 宣制 称主 耶稣的名 说 他们呢 奉 主的名 赶鬼 善制 称主的名 说 我奉保罗 所传的耶稣 热令你们 热令你们 出来 我们应该 读这一个 记载的故事 他们就不断地这样 念咒 赶鬼 直到他们呢 遇见 一个真正的 恶鬼 我奉保罗 所传的耶稣 这就是他们呢 自以为是 的罪 他相信 可是他 擅自 信自己 所 随着自己 所做的事 我奉 主的名 也奉保罗 所传的耶稣 这就是他们 这样子 念咒 的方式 来赶鬼 他们称自己 为 一个 大 犹太 祭司长 司机 瓦 的 七个 儿子 他们这样 行的时候 恶鬼 就回答 他们说 耶稣 我认识 你想象 如果你说 我奉耶稣的名 赶你走 这个恶鬼 就回答你说 耶稣 我认识 保罗 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 你是谁 你以为 你能够用 耶稣的名 保罗的名 吓我们吗 这一个恶鬼 所负的人 就跳在他们身上 胜了其中恶人 致富他们 叫他们 吃着身子 受了伤 从那房子里 逃出去了 这是多么丢脸 的一个事件 这是 自以为是的罪 这不是没有知识 不是不信 这是 擅自 以为是 以为自己 所 说的话语 有一样的 这一个影响 我们来看 真正 能够 导致影响 人 影响人的 生命的 的事 每一个人 都听 听过到 无论希腊 无论是外邦人 犹太人 都听过了 可是没有影响 十八节 那已经信了 多有人来承认 诉说 自己所行的事 我们看见 是一个影响的 开始 小心了 仔细的 来看 这一段经文 使徒行传 十九章 十七节 凡处在以弗所得 无论是犹太人 或是 希腊 尼人 都知道这事 也都惧怕 主耶稣的名 从此就尊大了 他们就知道 醒悟 我们必须 好好敬畏 主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当他们看见 这个恶鬼 跳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重新敬畏 主耶稣基督的名 下一部分 我们又读 十八节 那已经信的 多有人来承认 诉说自己 所行的事 你如何知道他们信 你看他们的行动 他们来 忏悔 认罪 承认 诉说自己 所行的事 你要解决 自己 生命里 的罪 承认 忏悔 十九节 平素行邪术的 邪术 这就是 邪术 他们练习 他们练习 他们就许多人把书拿来 就好像这些念经的书 推支在众人面前 焚烧 他们算计书价 便知道 共和五万块钱 这么多的钱 你愿意焚烧吗 他们听到主的道理 没有改变 因为在家 他们有这些 不同的书 行邪术的书 这些人能够奉耶稣的名 赶鬼 我们也能够 照这些书 这样做 没有影响 直到他们察觉到 这是我们 所行的事 我们的罪 就焚烧 那些错误的事 这才是真信 真信不是我信 有一个主 我就改变了 没有影响 圣灵在哪里 不与你同在 我来这里 我听 可是你的心 刚硬 还不信 更坏的就是 你擅自滥用 主的名 你 你 晓得 学习的时候 你就不再 做这一切 我记得 我们还在 Minn Street 的 教会的时候 有一个 很 很 好的一个 一个女士 来到这里 他会鼓励人 来 带礼物 传福音 有一天 他没来 我们知道 他住在哪里 他没来 我们就去 探望 他 看他如何 我们就看到 他的家 有一个十字架 十字架 隔壁 就是一个佛像 佛像隔壁 就是 这个印度人的偶像 这么多的 不同的偶像 就好像他怕输 怕死 这么多的神 至少会有一个 保护我吧 如果你是真的 信心 这一切偶像 都必须焚烧 我的心 必须改变 你看路加 记载 这么多钱 五万块钱 你会焚烧 这么贵 如果主 如果我 卖 如果我 收着 上帝应该不会 责备我吧 不是 你焚烧 堆积在 众人面前 焚烧 然后 主的道 才大大 信 欣望 而且 得胜 你问自己 为什么 主的道 没有大大 信 望 因为 还有很多问题 阻碍我们 有些人 缺乏知识 有些人 缺乏知识 他们也 不管 有一些人 他们晓得 可是不信 刚硬的心 在自己的心 说 这些 坏的 事 以为自己 对 这都是我们的问题 第三 这一个 自以为是的 罪 直到他们 解决 除掉 除去 这一些 阻碍他们的事 主的道 才会大大 信望 才会 得胜 才会 影响 他们 一年 会改变 一年 两年 三年 十七年 当你看到 生命 影响 有改变 这才是真正的信心 会有很多人吗 不需要很多人 所以 下周 才只有一个人 受洗 一个是 宝宝 宝宝是 幼儿 另一个是 会员 另一个人 我找到这心 这心 的 证据 是多么的 真实 改变了我的心 改变了我的生命 所以 我也会访问 这一些 要来受洗的人 我就会 问他 你信 你能够做着 你的心 生命 是否改变 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这样 你是否能够 舍己 拿起 背起 十字架 跟从 耶稣基督 如果你不能够 你不愿意 那你说你信 为何说你信呢 当你真正的 让上帝的生命 让上帝的道 在你生命里面动工 这就会 信望 得胜 你会有神的力量 能够战胜 你的软弱 战胜挑战 战胜 罪恶 所以对我来说 这是多么的 美好 所以当我们每一年 一年又一年 不是期待我们 变得 更年长 因为年长 带给我们更多挑战 你 我们 身体衰退 更多的疼痛 所以我期待 变成一个年长 当然没有 我 看我的生命 我要检查 我是否还有 缺乏知识的问题 是否有不幸的问题 当然不要 我也不要自以为是 我要有真 正确的信心 让上帝的道 在我的生命里 大大信望 在教会里 得胜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今早 求你 把你的话语 不只是给我们 知识而已 而导致我们 使我们 寻查自己的生命 回想 这一年 检查 我们是否 让你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命里 动工 改变我们 主 耶税基督 赐给我们 这个杀种的比喻 我们 是否 有这个 收成 是否有结果子 保罗 的道 也记载了 被路加 所记 我们 读到 你的道 大大信望 而且得胜了 求你帮助我们 回想 面对自己的问题 而 求你 舍 我们的罪 求你 在我们的生命里 动工 好让我们 能够再次 学习的 重新 敬畏 主耶稣基督的名 来到 祂的面前 求祂 帮助我们 解决 改变我们的 问 这一些 不同的挑战 和问题 父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现在 要唱 最后一首十歌 这 我真的 全心 全意的说 能够 有这么多年的荣幸 去 为上帝传道 看见 看见 这么多的人领受了神的道 看到这道给他们生命 也改变了我的生命 我知道如果没有主 在我们生命里动工 我们也没有生命 这是生命之道 上帝的话语能够给我们生命 当我们全心领受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生命之道 邀请班昌来带领这首歌 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 这是值得我们庆祝的 当我们庆祝三十周年 我庆祝神的道 神的话语 不断地在这里教导 不断地看见不同的人领受这道 他们的心 生命得着影响 得着改变 所以 这周年轻 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 神的道也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两点 去欢喜 赐福这么多人的生命 也愿我们每一个人 学习如何的珍惜 让我们一起站立 唱这首诗歌 请再为我歌唱传讲 奇妙生命之道 这就是约翰所说 这就是 神的道 就是圣灵的宝剑 圣灵与主的道 是紧紧相连 如果你有 上帝的话语 你也有圣灵 在你的生命里动工 使我践踏美丽荣光 我要再看更大的荣光 每在生命之道 教我忠诚心靠 我要再次的受教 每在之道 奇妙主道 生命之道 何等奇妙 让我们一起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Words of Life and Beauty Teach me Faith and Beauty Beauti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Beauti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Christ the Blessed One Gives to all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Sinnerless to the loving home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Also freely given Also freely given Also freely given Bluing us to heaven Beauti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Beauti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Sweetly echo the gospel call Wonderful words of mine Offer pardon and peace to all Wonderful words of mine Jesus only Savior Sanctified forever Beauti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Beauti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让我们一起剔头祷告 求上帝赐福于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福我们求你 把你的话语深深居住在我们的心里 藏在我们的心里 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以 以诗歌鼓励全告彼此 好让我们能够体验到你恩典的大能改变我们 使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力量 能够得胜 能够战胜罪 战胜我们的软弱 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 以你的恩典 歌颂 赞美你 封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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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